多種牛派 多種練法特色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各個牛派的特色運動風格 陳廷花傳流的八卦掌 以龍爪掌為基本掌型 動作炎火 多摔法 上橫徑 現在練的是雙幻掌 單幻掌 抱掌 直探六十四掌 八卦掌對手練習 引伏傳流的八卦掌 以牛舌掌為基本掌型 動作剛猛 多穿點 上直徑 現在練習的是塔掌 梁正甫傳流的八卦掌 注重撐金長徑 強調直穿橫拉 寶拔掌 寶拔掌 連環掌 寶拔掌 雞掌 陰陽銳 這是清代末年 劉德寬 根據八卦閃手 整編成的直探 牛十四手練法 每一趟把手 拔拔牛十四手 梵志勇傳流的掌法 強調出一劍 運動中 既轉圈換四 又奔打四方 劉寶貞 劉寶貞傳流的八卦掌 動作快捷 強調仰手防衛 英手出擊 劉寶貞 吊號飛刀柳 其傳系注重練刀 這是在直徑一米的沿台上 表演八卦刀 高一勝傳流的八卦掌 經劉鳳釵 劉樹航等人理 成為陳泰高師八卦掌 說明其傳系 來源於陳廷華體系 劉是四手 八卦掌 賊號 十幾動 船流的漲伐 動作樸實 注重腿伐 強調通過鑽刀鑽劍練習 增長功力 李昌葉 船流的八卦掌 駕勢寬大 動作沉穩 傅鎮松 船流的八卦掌 動作炎火 流暢 注重練急轉快線能力 這裡演練的是龍心推手 劉鳳春 船流的八卦掌 動作剪接 掌心要求四指併龍 虎口成圓 張兆東 船流的八卦掌 動作舒展 靈活善變 這對夫婦演練的是 八卦三手對練 戶口髮 打造作用 右腳 用可以加入 李昌ilen 李昌晏 帥